嗨 大家好 看这里啊 这里是刚刚的村民 在小溪里面围着一个小水潭 这里面养了鲫鱼鱼 鲍鱼 草鱼 看这环境啊 这边这外面是一条很大的溪流 前几天一直下雨 所以这个水的话比较浑浊 平时水是非常干净的 前面有人来买鱼了 看一下 天哪 这超鱼吧 这是青鱼 看到没有 这个老板的宿外还是挺好的 利用自然环境围起来养鱼 今天过来的话主要是来买鱼啊 因为我养着上很多地方都空出来了 想暂时养一些鱼 刚刚老板也和我介绍了 青鱼的话是15一斤 然后鲤鱼炒鱼是10块钱一斤 还有一种鱼是野生的鲤鱼 但是挺贵的啊 这个鱼养在清水里面养4个月肯定会瘦的 然后它那个肉质肯定会有改善的 价格的话 为什么会贵呢 老板还说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很多鱼放到这个里面养 死了 估计有一半吧 一般来说冬季是很少发洪水的 去年就比较特殊 一场暴雨 然后很多鱼都跑了 刚刚看了下这个鱼的品质啊 那个青鱼说实话我很想买 但是从这边看了一下 里面好多都受伤了 我怕等一下放到养殖场里面养不活 这个就是我一个担忧 大家觉得这个鱼该不该出手买了 买回来会不会有问题呢 大家如果对买鱼有经验的 网友朋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可以给小班一些建议啊 小班的话会一一看到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